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講對這個企劃 我有想過 以女性消費者為主的概念 除了提供每個單品的熱量 還有營養分析表以外 最重要的是 這間餐廳一定要有療癒的效果 可愛溫馨的繪本風格 也是隨身的塗鴉 都可以帶你來把鼻塗裡面 讓人家有一種柔軟的訴求 提供身心靈完全放鬆的場所 這個生活不錯 是不錯的啦 但是不是 愛偉 客氣流行的感動 我相信你一定能提出 很好的看法 我先說的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空間 要是適合都會女性 也是適合我們媽媽 還是媽媽的朋友在這裏面上 以下這些所謂的風格 還可以讓人增加 對這個關愛兒童的心情 這樣大家可以堅決到 未婚 還有未婚 不同年齡層的女性 所以我們只要把區分出 以前的這個區塊 還有所有人前 所有人前 所有人空間這個區塊 這樣就很完整了 那位 不知道我這個想法 要講嗎 想法完整啦 不過也有一個問題 雖然我們是開咖啡店 不過也是需要翻桌率 那如果沒人拿一支牌 一桌就是一天 我們整個開託所就好了 還有 還有 腦圖要繪本 這樣會增加文秀費用 咖啡店的理想 本來就沒這麼多 這樣是要怎麼講 我們的身份 這個問題好解決 我們手頭有很多 合作的裝潢團隊 可以把這個身份 看得上去 老實說 我們這間店 本來就是高消費路線嘛 只要我們最近做的 顧客消費習慣分析顯示 這種人客 平均會在店裡 消費差不多一小時的時間 所以翻桌率 就對不是問題 如果這樣畫家咧 有名畫家 我們不一定請他會對 就算說有現實的作品 我們也是要付全力金啊 這又是一倍的開箱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 要用一些有電影的畫家 我們不是在幫他 開主題式餐廳啊 我是覺得我們店裡看 有電影的 但是才有時間的畫家 來幫他操刀 我是沒有重點 有一個人算 這人算就是 葉小秋 他就是這份青蛙叔 電影 回到這裡 就這樣 小秋 這應該是你畫的喔 畫得不錯啊 你上面喔 跳到畫的人像 也很特別 很特別 所以我相信 他越像我們說來看 應該 該他這種風 我們就是要為給她的小秋 好啊 就讓她來畫 到時候 我就有機會就定了 這個風格 比較不錯 我也很加意 既然你們都沒意見 如果要這樣就讓她的小秋 來設計 和鼻子的整體氣氛 這個人很重大 也很辛苦 夜小秋 麻煩你了 謝謝